蜻蜓停在水面上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产卵 蜻蜓的幼虫生活在水中 因此此蜻蜓会在水面上产卵 产卵时 此蜻蜓会将腹部伸入水中 将卵产在水草或其他物体上 休息 蜻蜓在飞行时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 因此它们需要经常休息 水面上相对平稳 因此蜻蜓可以停在水面上休息 捕食蜻蜓以昆虫为食 而水面上经常会有昆虫飞舞 因此蜻蜓可以停在水面上 等待昆虫靠近 然后进行捕食 具体来说 蜻蜓点水产卵的过程如下 雄性和雌性蜻蜓交配后 雌性蜻蜓会寻找合适的产卵地点 雌性蜻蜓会将腹部伸入水中 并将卵产在水草或其他物体上 产卵完成后 雌性蜻蜓会离开水面 蜻蜓点水产卵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 下次看到蜻蜓点水时 不妨仔细观察一下 看看它们是如何产卵的 以下是一些关于蜻蜓点水的有趣事实 蜻蜓点水产卵的动作非常迅速 通常只在几秒钟内完成 雌性蜻蜓每次可以产下数百甚至数千枚卵 蜻蜓的幼虫在水中生活月一个月后 就会羽化成成虫